目前的太空水稻已经有了三代 科研人员对它们和地面种植的水稻进行比对研究有了新的发泄 那太空水稻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科研人员研究发现 空间微重力条件下 水稻种子胚胎发育正常 能够发育成有活力的后代 并且太空水稻第二代植株分裂树 显著多余地面对照 该项实验证明 太空中可以长出有活力的水稻种子 我们在地面也有同样的核子 然后我们看到天上的地面长得挺大的不一样 就是在猪形上面 就是它这个椰子的夹角 在天上就变得特别大 不像地面的植物长得比较紧凑 椰子夹角比较大了 对于我们高密质种植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椰子夹角大 就是椰子互相之间遮挡 就不能很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就是对它的生长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科研人员对这一现象进一步进行 分子生物学分析 找到了一些关键的基因 后续可以通过分子途径 对空间植物进行改造 使它夹角变得跟地面一样大 也可以进行很高密度的种植 除此之外 科研人员还发现 在天上种植的太空水稻 形态也发生了改变 这也是天上那个照相机下载的照片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稻壳 它不能关闭 大部分那个都不能关闭 在地面我们的种子 一旦就是授粉以后 它马上就关闭了 天上的这个到成熟了以后 它都不能关闭 主要是这个稻壳 它这个外腹跟内腹 这个外腹它的尺寸就是变得细长了 所以它就不能关闭了 就是这个当中有什么分子生物学的机制 这个我们也在研究 科研人员发现 在空间环境中的水稻 营养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太空水稻可能吃起来更甜 回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稻米中间断开 断开之后来 然后进去扫面 看看淀粉它的形状 这个里面糖的含量也不一样 天上回来的那些种子 它的那个植糖果糖的含量 都显著的高于地面的 那个一般的种子 我们算了一下 基本上都高五到六倍 另外它那个淀粉的含量是差不多的 但是和淀粉的这个组成它不一样 还有蛋白质含量呢 也比地面呢要多一些 那就说明天上的水稻吃起来更甜 然后可能更充满能量是不是 是的 那个天上的因为它的那个葡萄糖 跟果糖的含量显著的高于地面 如果天上那个种子 如果煮成饭吃起来应该很甜 就是 感谢观看